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福生 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向您解释本书的精华 当代人们为什么要自杀,社会应怎样降低它 在当今世上,自杀是全球十大杀手 许多著名的明星都是因为自杀而死 比如海明威,顾承三,毛,川端康成,演员张国荣,马力莲,梦露,画家范高 纵观整个社会 但是中国,每年都有30万人因自杀而死 200多万人自杀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今天,本书以很多故事为起点 引导读者对自杀这个社会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对生死、爱、词、孝的解读 揭示了自杀的深层次原因 从而为降低自杀的发声提供了各种建议 本书的作者吴飞 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主要从事哲学和宗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问题有着广泛的研究 他的写作风格沉稳而深刻 充分展示了人性 好了 现在我来给你讲解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我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要点是从量起令人费解的自杀 探案入手 对孟卫宪的自杀事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第二个要点是 许多自杀事件常常与三种家庭关系紧密相关 第三个目标是降低社会的自杀率 好了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本文以量起令人费解的自杀事件为起点 对孟卫宪的自杀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998年5月的1日 一幅棺木放在了皇后庙中学的两栋教学楼之间 学生们惊恐万分 只见一位中年妇人站在灵鹫旁 悲痛欲绝 儿子 你死得太惨了 你让娘怎么活 原来 五一期间 有一个叫做好鹏的男孩 被吊死在了一所废弃的小木屋里 被保安发现了 当保安走进来的时候 发现好鹏的脑袋上带着一个绳子 两条腿却没有离开地面 看来他已经死了 但是 警察很快就来了 这个想法被否定了 因为木屋已经荒废很长时间了 灰尘很重 如果有人来过 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 虽然大多数人都相信 好鹏是自杀身亡 但是 关于好鹏被学校逼的自杀 好鹏被学校杀死 好鹏在校园内自杀的传闻 还是有不少人说的 这三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学校要对好鹏的死亡负责 当好鹏的案件变得扑朔迷离的时候 又有一件事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好鹏自艺的那年冬天 守珍村一名七十多岁的老人 正静静地为孙女的坠落做着准备 他的儿子早在二十年前去世 而媳妇又跟孙女结了婚 孙女儿长得漂亮 后来嫁人了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但没过多久 自己的孙女竟然自杀了 通过警察和系统大业的讲述 作者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 坠毁的老公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是个流氓 经常在城市里嫖妓 性格暴躁 动不动就打 一天夜里 老公和一群人在屋外打牌 忽然看见从楼上摔下来的瓶子 老公就问他是不是吃了肥肉 嗯 一群人赶紧把多余的肉 送到了镇上的医院 镇上的大夫给他洗了肚子 说这种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不是普通的安眠药 我们也治不好 赶紧送到大医院 他在前往大医院的路上 从楼上摔下来 摔死了 可是 当大剂量的药丸检测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这些药丸是无毒的 这才是真正的谜团 根据这一说法 外公一口咬定孙女是被丈夫杀害的 但是警方只根据大剂量的无毒分析 很难做出与外公同样的结论 很明显 从空中掉下来的可能性很大 也许是因为他在坠落的时候服用了别的药物 也许是因为生病了 而且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 他的丈夫很难对他下杀手 按理说 如果真的像大多数人说的那样 他是自杀的 那么他的丈夫也有很大的责任 这是最大的从空中掉下来的自杀 外公要告外孙的老公 多半是为了报复 所以他要惩罚孙女婿 因为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 就凭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 看起来 好朋的倒下是很少见的 我们在网络上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的例子 比如农民工因为工资被拖欠而自杀 而老百姓反抗法律 这两种情况很少见 但是作者在对自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 却发现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 都是因为受到了伤害而自杀的 所以这种常见的自杀问题究竟该归谁来承担 我们可能会认为 医院和公安部门都是为了人民的健康 而公安部门则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 每个人的自杀都与卫生和社会正义息息相关 但是仔细想想 自杀不仅仅是一种医疗问题 而是一种社会问题 所以 他必须要学习自己 他必须对自杀行为的社会根源进行调查 本文就《孟缩县的自杀事件》展开了一项为期18个月的调查 孟缩有32万人口 是华北的一个小县城 孟娇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但也不是很差 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中上水准 为何把自杀问题放在梦境中 由于作者的妈妈常年在梦桌上工作 所以 她的研究工作也比较顺利 作者从妈妈认识的人 到认识的人 从而得到关于自杀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对孟缩县居民的初步调查 笔者对其自杀现象的资料 有了一定的了解 2002年 孟缩县共发生61起自杀事件 33位妇女 28位男士 女性的自杀率要高 其中有家庭矛盾 情感纠纷 社会不公 教育问题等等 好吧 以上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 本文以量起令人费解的自杀事件为起点 对孟卫县的自杀事件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现在 我们要谈的是第二个问题 许多自杀事件都与三种家庭关系紧密相关 英语里有个词叫balance 中文的意思是生活 生活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 而生活则是一种家庭关系 一个人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受到了父母的关爱 长大了 就有了孝顺 有了养育孩子的责任 这就是人生 夫妻之爱 父母之爱 儿女之人 孝道是维持家庭关系的基石 三种关系不仅是亲情 还牵扯到了公权 一个不小心就会酿成惨剧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因爱情而引起的悲剧 本文作者与一名年轻貌美的太太何芳进行了访谈 何芳和她老公是自由恋爱的 她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 就是因为她有一颗善良的心 因为何芳比她大了十多岁 所以何芳的父母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还说如果她嫁给了他 就不要再回来了 于是 何芳和母亲堵了起来 何芳和那个年轻人 在争吵后的第十天就结了婚 一开始 夫妻俩的生活很甜蜜 但是后来 何芳找到了自己的老公 所有的缺陷 首先 她在北京工作 但是她的工资很低 连两个小孩的生活都不够 其次 老公花钱没有脑子 生活毫无规划 而且喜欢吸烟 她对自己的丈夫充满了怨恨 现在就是一个爆发的机会 这件事发生的太快了 老公喝多了 家里的门开着 鸡和狗都冲进了屋里 何芳勃然大怒 一巴掌扇在了丈夫的脸上 丈夫勃然大怒 一把抓住何芳的脑袋 就是一顿胖揍 何芳情急之下 吞下了一瓶安眠药 她的丈夫被吓得不轻 赶紧将何芳送往医院 幸好她没事 但此后的婚姻 却一事无成 何芳开始变得更加狡猾泼辣 一直很诚实的老公 也开始到城市里嫖妓 如果我们对这起企图自杀的案件 进行细致的分析 那么 她会发现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婚姻 她比自己的丈夫年轻十多岁 却不顾家族的反对 嫁给了她 而在她的老公看来 她为什么不还手 反而是一种宽宏大量的行为 为自己日后的反击做准备 所以 我们可以认为 权力的不平衡 是由夫妇间的巨大差别造成的 在一个家族里 要想长久地保持密切的关系 就必须建立起外部的力量均衡 在谈到夫妻之爱之后 我们再谈谈家庭中的另一种关系 即父母之言 母亲手里的丝线 孩子的衣服 父亲的慈爱 母亲的慈爱 就像是一座大山 父母之爱 在文学中是一种永恒的赞美 但他们却不知道 父母的爱 一旦处理不好 就会变成悲剧 走 里村娘娘庙村 一位名叫兰芝的妈妈 很早就起床了 这一天是周末 老公很早就出门干活了 而儿子却在家里睡觉 兰芝只得独自去了 娘娘庙的市场 兰芝兴冲地到市场上 买了件衣服 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 却没有看到慕虎 便问道 我的孩子呢 我和慕虎的同学说 他在娘娘庙里玩游戏 我刚刚从那里回来 兰芝一听 气得蹊跷生烟 已经无数次地警告幕府 不许再去电玩城了 可这家伙就是不学无数 上个星期的时候 他还骂自己 以后再也不来电玩城了 可谁能料到 一星期后 这家伙竟然带着家里的石园 去了电玩城 一怒之下 兰芝赶到了皇后庙的游戏厅 把幕府给抓了个正着 他一言不发 只是低着头 一言不发 兰芝为了博德幕府的好感 拿着条子 就是一顿毒打 越打越是恼火 嘴里骂着 我倒要看看 你还敢不敢再来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不能听话 你要是 一直在那边乱跑 将来上个中学 上个什么大学 你太让我失望了 没用 这次 我一定要揍你 兰芝被揍了一顿 又是一阵臭味 他冲进洗手间 看到兰芝手里 拿着一瓶杀虫剂 冲着幕胡吼道 你让我好生气 隔壁的舅舅跑过来 看到兰芝嘴角 带着一股农药的味道 他知道 事情不妙 连忙让人带着兰芝去了医院 兰芝却在半路上就死了 兰芝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上过大学 所以 他非常看重幕府的教育 但是 他却忽视了一件事 教育并非一蹴而就 他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在这件事情上 兰芝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 他的助理 却没有这么做 这让两个人之间的争执 变成了一场权力的博弈 谁能赢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和妈妈 就停止了玩耍 但是 却没有好好读书 很显然 兰芝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事实上 不听自己儿子的话 而自杀的妈妈很少 但是 由于不孝顺而造成的悲剧 也是屡见不鲜 来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正是一腔热血 很有能力 也很会和邻居们打成一片 但是 来福的妈妈很久以前就生病了 爸爸很会说话 据说 他的父亲就是靠着这张嘴 才能在一家 从来不会赦账的店铺里借钱 然后花光了所有的钱 而且 他的父亲还和一个寡妇在一起 来福虽然有点本事 但有这样的父亲 他的家族也亏空了不少 来福啊 对自己的爸爸非常的不满意 有一次 来福的父亲去过几次寡妇的屋子 有一次 他跟在父亲身后 看到父亲去了寡妇的房间 来福就点燃了那根枯藤 于是 父亲和寡妇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 父亲为了表示他的威严 便将这位寡妇带来家中 来福对寡妇冷淡的父亲 却用这种方式训斥他 说他没有教养 来福浑身颤抖 喝了一瓶杀虫剂 还没有来得及送到医院 就已经死去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案子 会发现来福和他的爸爸 在一个权力的博弈中 来福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而是放火 这样才能让他的父亲有点面子 不过 他的父亲还是很不满意 想要把这个寡妇送回家里 以此来挽回自己的颜面 所以 在这一次的权力斗争中 他将自己的底牌交给了我 让他们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就此结束 这三件事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在家族的争权夺利上输了 所以才会采取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恢复自己的尊严 好了 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 我将向您介绍这篇文章的最重要点 为了降低自杀率 整个社会都在做些什么 我们小时候就学习了一段鲁迅的祝福 其中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祥林嫂 祥林嫂的日子过得很慢 因为她的儿子和她的丈夫都去世了 是痛苦 她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获得别人的怜悯 她反复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 第二项就是为自己的罪行捐款 但即使如此 她也被视为不祥之物 被禁止参加祭祀 尤其是祥林嫂的自尊心被毁 她的悲惨命运也是理所当然的 鲁迅和毛泽东曾有类似的论述 认为自杀的中心是个人价值 鲁迅从微观的观点来看 人人的尊严都是自己给予的 而自怨自艺的祥林嫂 就无法得到快乐 毛泽东则从宏观角度来看 个人的价值更多地反映于社会公正 而国家则是人们的生命的安排者 关于这两个伟大人物的争论 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在当今中国 每年有将近30万人的自杀事件发生 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因此 我们必须从个人价值的角度来思考 国家怎样才能在保证个人自由的前提下 积极地协助人民过上快乐 而有尊严的人生 两个年轻人在孟哥医院成立了当地的 第一个精神科 他们为大部分患有精神分裂的患者 提供了免费的咨询服务 在村民们看来 心理辅导和聊天是一样的 所以通过谈话来改变他们的心态 会让他们更好地接受 孟作的不仅仅是民间的人 加拿大的加拿大教授 北京的费力鹏 就是因为这个教授 在中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所以他被称为白求恩 他反复强调过 必须从多个方面来认识自杀 而不能只用一种因素来解释全部的自杀 张晓丽博士举办了一次亲朋好友聚会 将他的研究成果付诸实施 亲朋好友协会一般有以下原则 第一 给自杀者家属一个发泄情感的机会 第二 给他们一个机会 告诉他们自己的家人是如何自杀的 第三 提供教育的机会 第四 消除自杀者家属的负罪感 羞耻感和自责心理 防止其自杀 第五 打破僵局 让自杀者的家人和朋友们 像自己的家人 尤其是自己的孩子 讲述自己的爱人是如何自杀的 第六 进行精神上的交流 第七 如果出现精神问题 可以及时转移到相关的医院 根据这些准则 亲戚朋友们会举办春游 放风筝等多种形式的消遣 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几个星期后 亲戚会中不但有自杀者的家属 还有很多想要自杀的人 他们以多媒体形式表达自己对自杀的感受 以达到一种发泄情绪的效果 就是这种方式 亲戚朋友会获得很大的成功 他不但利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同时也关注中国人的特殊关系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帮助那些企图自杀的人 改善自己的性格 帮助他们从悲伤中走出来 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 有自杀问题的人进行心理治疗之外 如何处理农村女性的自杀问题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2002年 乡村女孩担任编辑 成立了两个女性保健知识团体 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男子的参与 但是这个计划做得并不好 总编辑认识到要制定一个大的规则 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好了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已经很多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首先介绍笔者在孟泽县的自杀事件 好鹏和跌落这两件令人费解的自杀事件 使笔者对自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事件 研究者将实验地点定在了孟泽县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 笔者认为造成自杀的因素很多 包括家庭矛盾 情感纠纷 社会不公 教育问题等等 在这些故事中 我们谈到了家庭矛盾引起的自杀事件 在现代的家庭关系中 有三种关系 即父母对子女的慈爱 子女对父母的孝敬 这是一个家庭的基础 但如果三个方面都不能很好的解决 那么很可能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悲惨 在这个悲剧中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自杀者都想用自杀来挽回在家族争权夺利中失去的尊严 最后 我们谈到了社会在降低自杀率方面的行为 毛泽东认为 个人的价值更多地反映在社会公正中 而政府是人们生命中的安排者 在中国 自杀问题如此突出 我们必须从个人的价值观出发 探讨国家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同时 怎样主动地帮助人民 过上快乐而有尊严的人生 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地为两个年轻人开设了一所精神科门诊 张晓丽博士在北京成立了一家亲戚会 以帮助那些自杀的家属 暗杀不成的人心理上的压力 增加他们的快乐 河北省农业协会也一直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他们的总编辑认为 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自杀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但是解决自杀问题的困难和解决的问题还任重而道远